好,Focus继续留在中国湖南长沙 在上个星期一栋违法从六楼加盖到八楼的大楼倒塌 一周驰援之后救出十个人 但是53个人走上黄泉路 官媒是全面淡化 而这起重大死伤的违建公安事故 地方政府经过一个星期 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要为事件承担任何责任 家属被全面消音 官方清空了事故楼房附近所有的高楼层宿舍 避免搜救跟罹难者遗体运送画面 会被拍摄,会被公开 外界推测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秋天正式延任继续掌权之前 维稳是唯一主旋律 其他所有灾难都会被淡化 上周五在湖南长沙的八层楼围建倒塌事故中 这名被压在瓦码堆下的女学生受困四天后幸运逃出生天 但其他五十多名同样困在废墟内的民众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事故现场被困失联人员已全部找到 共救出十人遗难五十三人 长沙是当局周五宣告搜救结束 并证实五十三名罹难者的身份都已经确认 尽管官员起立默哀 但对于整起他楼事故的详细情况 不论是罹难者的性别与年龄层 是否多数为附近长沙医学院的学生 亦或是倒塌房屋的违法加盖 是否涉及政府监管不利等具体事项 官方则是一概回避 他楼事故发生以来 官方严格控制讯息传播 不但受害家属整理的失踪学生名单 在中国大陆网路遭封杀 楼塌了 人没事吧 人应该没什么事吧 连事发时目睹坍塌过程的学生 也被勒令不得进入位于他楼对面的学生宿舍 避免搜救与罹难者遗体运送过程 被外界拍摄记录 但是从事故楼房坍塌前的照片清楚看到 六楼屋顶不但违法加盖了两层楼 情况极度夸张 而且附近不止一栋楼有这么离谱的违见 从湖南长沙居民自建坊倒塌事故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截至5号21时 这起事故中有10人获救 已发现26名遇难者 官方报道刻意避免提到违见两个字 更全力淡化伤亡情况 直到搜救结束前夕 遇难人数都只停留在26人 官方还全力强调救援的困难与艰辛 但家属质疑当局没有及时展开逐层搜救 才会无法挽救更多生命 搜救现场则在事发131小时 从瓦砾堆中拉出第10位受困者后 便再也没有人生还 幸运获救的10人中 有1人生命垂危 一位犯者因伤事过重 尚没有脱离微信息之外 其他的都暂时伤情稳定 当局警队屋主与建筑设计师等9人 展开刑事拘留与调查 一场酿成53人死亡的重大公安事件 在事发一周后 竟然没有任何官员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有说法认为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为了确保能顺利继续执政 维稳并且淡化所有负面消息 将会是今年秋天中共20大召开前的唯一主旋律 国务院决定成立调查组 对湖南长沙429特别重大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进行调查 尽管官方周五宣告将彻查事故原因 但网友细数2014年到事发前 从山西青海福建等地 已经陆续发生过至少8起自建房倒塌事故 早已有上百条人命因此上升 如今长沙他楼再夺53条年轻生命 但当局拔除违建成恶的速度 恐怕远远不如删除讯行的速度快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